也正因为这样有观众就提出了灵魂拷问 如果放开台湾边界 人流的方向会是哪里 嗯这个问题其实留言板里的网友已经有想法了 看得我都想回归台湾了 回归台湾吧 希望我们能早日回归台湾 大家都回归台湾 哇哦可见台湾如果开放移民 那很快就会突破14兆2300万人口 之前我刚做过一集关于台湾咨询的影片 有中国网友说受到了降维打击 这种降维的对比让我们情何一看 结果咧才刚刚过了不到一个礼拜 又有一支台湾的质询影片在中国的网路上火了 不过之前有人怀疑说 这种影片不可能在中国的网路上流传 呃其实是可以的 这一次的影片啊 在抖音小红书微信公众号上通通都出现了 我们先一起来看一下 我要跟市长聊一聊 有关于这个营养午餐的事情 我想跟你聊一下这个清韩学童的早餐啊 清韩学生的早餐补助推行16年成效差 为什么成效差 我去索资了 市长请你看清楚这张索资 怎么回复我 因为学童吃早餐是家长的责任 第二点 到校吃早餐会影响午餐的食欲 第三点 台北市的学童不爱吃早餐 这是索资回答我的天哪 这到底在写什么 市长我就问一下 这个计划原本就是在协助家庭功能比较不健全的 你认同吗 认同吗 这样的回应当然是不适当 所以这样的家庭是需要被帮忙的 对不对 你认同吧 那请问市长 你会因为怕你的小孩 吃午餐然后不给他吃早餐吗 你会吗 不会我想 我个人会认为吃早餐是很重要 市长你有没有吃早餐 我吃早餐 局长你有没有吃早餐 那为什么小朋友不爱吃早餐 你们写得出这种东西 跟你做报告 因为我们这个案子是由学校提出申请的 这不是重点 是你们 我告诉你局长 你很认真没有错 但是这样子就代表你们的态度是这样 讲政府的态度是这样吗 不正视这个问题吗 我直接具体明确告诉你 差在哪里好不好 执行的方式太粗糙了 左边是有关价格的问题 一餐哪 30块 然后15块的乳品 每周才一次哦 我们的物价比人家高 新北市都还可以一餐到40块 桃园也可以一餐到40 但我们的一餐只有30 市长 要帮人啊 帮助这些孩子啊 心态正确很重要啊 今天这支影片啊 在中国的网络上存活了好几天 所以我们终于有机会 可以从中看出中国网友对台湾 更多的真实的反应 首先就是表达疑惑的 这位女同志 怎么能用这个态度给领导讲话 这是哪家的大小姐敢这么跟市长说话 哪个是的 好大的胆子 敢这么跟大人说话 是不是反了 她不怕被打击报复穿小鞋吗 这里我解释一下 如果在中国你这样公开的对领导进行质疑 你就有可能会被各种阴谋手段 搞得工作跟生活都陷入困境 简单讲就是你不让领导好过 那领导就让你更不好过 所以中国的网友才会说 居然能跟市长这么讲话 科幻片 科幻片 我看了好几遍了 不太敢相信啊 在内地这样问一事之长是不对的 哎不是 居然这么质问市长 为什么我看见这样的视频会流泪啊 看得热泪盈眶 究竟哪里才是被解放的地方 人家政务怎么可以这么公开 我好奇他们没有书记吗 其实这一点有很多日本的朋友也问过我 就是中国所有的政府部门 就比如说上海市好了 有市长有市委书记 市长大家都知道 市委书记呢通常是指 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委书记 其实还有共青团上海市委书记 那由于中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 因此上海市委书记的权力 要比上海市长大 以前经济好的时候呢 是党政两条线分开的 一条管党建 一条管政务 现在经济不太好 需要求社会稳定的时候 就是党领导一切 所以有观众觉得台湾人为什么不质问市委书记 那答案就是台湾的任何党的市委书记 可能说了都不算 也正因为这样 有观众就提出了灵魂拷问 如果放开台湾边界 人流的方向会是哪里 嗯这个问题其实留言板里的网友已经有想法了 看得我都想回归台湾了 回归台湾吧 希望我们能早日回归台湾 大家都回归台湾 哇哦 可见台湾如果开放移民 那很快就会突破14兆2300万人口 不过在留言板里也有呼吁统一的 蒋市长放心 等祖国统一了 就没人敢质疑你了 回归吧市长 他太嚣张了 只要你们肯回归大陆 我向你们保证没有人敢这么嚣张 这市长应该是要支持统一的 统一后就没有这么嚣张的记者了 呃他想说的是议员了 市长请放心 祖国统一了 随便来个村长 分分钟教他怎么做人 当然了 这大部分其实是比较清醒的中国人在自嘲 因为我想绝大多数中国人 看到台湾的质询影片以后 都会对比联想到自己在中国的生存状况 比如有中国网友就说 我都不敢和我们村的任何一个干部这么说话 我把这个发到我们村的群里 村长把我踢了 我甚至不敢在家长群说个不子 还有人形容 如果在中国大陆真的对市长进行这样质问的话 那结果是 上午问的 中午抓的 下午判的 晚上埋的 凌晨跑的 他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上午质问了领导 那中午你可能就被警察抓了 下午法院就判了 晚上你就已经被埋了 甚至连祖坟都给你跑了 之所以能做到 是因为中国现一级公检法就齐全 具备让辖区任何人坐牢的条件 因此网友就感叹 小时候看台湾议员互相吵架觉得很搞笑 现在再回头看 自己才搞笑 市长管幼儿园早餐 第一次看到 哭哭 想想国内的幸福感 哭 刚刚那一则留言为什么一直哭哭呢 其实是因为市长关心小朋友的早餐 这一点在中国太科幻了 我们能想到的是整个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 一直以来都没有得到解决 有人说中良95号汽油 而不是食用油 不了了之 他指的就是之前中国的油罐车 几十年来都是运完化工油和煤油 然后直接运食用油的事情 那关于这件事情 其实我之前已经做过影片了 我当时的观点就是 这种事情一定不会解决 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中国的官员们吃的是特供的食品 如果他们想要解决中国食品安全问题 让中国人能吃得健康吃得安心 那为什么还要搞特供呢 对吧 而今天这一支台湾的咨询影片 让中国人看到的是 台湾市长连小朋友的早餐都关心 而且这种早餐居然已经推行16年了 中国网友就觉得 这才是遥遥领先啊 而中国一般家庭的小朋友 别说市长关心他们的早餐了 还是看留言吧 前段时间不是说 很多地方把学生的餐补挪用了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几十个县的儿童餐被盗取了 结果没下文了 我们这的儿童餐费早就被挪用了 刚刚这些观众说的事情呢 是几个礼拜之前爆出来的 中国有66个县将学生的餐补 19.51亿元人民币 用于偿还政府的债务 基层三宝等支出 这里的三宝不是指马路三宝 而是好听点叫做发放福利 实际上就是供应商帮忙把钱套出来 然后大家分了 可是这么恶劣的一件事情 没下文了 其实就跟刚刚讲的 装完化工油的油罐车 装食用油一样 像这样公开的秘密已经够多了 去年有一件事情闹得也很大 就是中国官方有意要给 全国的小朋友吃预制菜 我也做节目讲过这个话题 结果呢就有小粉红来洗地 说由中央厨房统一制作 统一发放 这就是为了小朋友吃的好吃的安全啊 那我当时就在想 那为什么中国的政府机关食堂 中国领导干部 吃的都是新鲜的午餐 就连食材连食用油都有特供呢 他们为什么不先普及预制菜呢 还有他们的小孩 在专门的机关学校 吃的也是预制菜吗 我们先一起来看一下 打卡台中100所需校食堂 今天我来到了 郊江区机关幼儿园华锦丰园 带大家看一看 这里的小朋友们的伙食怎么样 Go 这个呢叫植香玉兔 然后这个叫荷糖月色 兔子呢 我们使用的是鸩虫蛋 然后兔子下面那个绿色的呢 我做的是一个草地 轻豆把它打成泥 它是用什么材料做的呀 就是虾肉 打成泥 团成那个肉丸 然后我们放上鲜板 这个好之后呢 要装上金色的汁 做了金色一些麻辣 小朋友把那个摆盒吃上 我们厨师呢 他有一颗玲珑的心 和一双很巧巧的手 变成小朋友最喜欢的 萌萌达的小兔子 让我们小朋友爱上吃饭 爱上幼儿园 我们小朋友吃饭 主要是让他们 自煮打汤 自煮打饭 然后你吃多少 咬多少 因为这样子也防止浪费 小朋友对自己 是有一个把握的 那这个菜漂亮了 漂亮 很好吃 费味的 我多好大给妈妈妈吃了 谢谢阿姨 谢谢老师 谢谢 好大叔 我们开中吧 谢谢 你觉得这么多分就怎么样 差不多 可以 可以啊 点评一下 我是把病成小酷的 但又很有意思 你好大吃是吧 我觉得他做的饭好吃 你吃汤打分的话 大家看到了吧 机关幼儿园的小朋友 那吃的可是色香味俱全 营养搭配好的新鲜午餐呀 这可不是预制菜呀 而且中国的预制菜 比猪丝料的保质期都要长啊 所以你想 如果中国人是第一次看到 台湾的这一段咨询的影片 他们当然会觉得 感觉到了天堂 台湾这个问证制度太好了 这种视频应该点赞百万以上 敌战区行政一大堆问题 没有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眼里 蒋市长被人公开问答 他就已经很伟大了 如果用伟大来形容台北市长蒋万安 我觉得台湾人可能会不太适应 我觉得是国情不一样 中国的市长之所以不给你这样子问 最直接的原因就是 他手里的权利又不是中国老百姓给的 他有一万个理由去维护好上级官员的利益 是因为上级官员赋予了他管理这座城市的权利 但是到底有什么理由 要把中国人的利益放在眼里呢 你能想出哪怕一个理由吗 有吗 而且不光是这样 我觉得跟一部分中国老百姓的态度也有很大的关系 疫情的时候上海市委书记李强 把上海搞成什么鬼样子 大家还有印象吧 我现在都记得著名的财经专家郎贤平的妈妈 在医院的急诊室门口等报告 结果苦苦等了四个小时报告都没有出来 然后他妈妈就在急诊室的门口网身了 而在中国有头有脸的郎贤平教授 连他妈妈最后一面都没有见到 还有什么救护车就在面前 但是就是不救人的事情 如果你说是为了防控 所有人都不救 那倒也就算了 但是明明被上海市政府认定是高风险地区的外国人 因为丁丁大了 居然可以联合多个医院的专家给他救治 因此还给上海带来了一个爱丁堡的美称 那个时候外国人在上海可以自由地乘跑 中国人却要乖乖地排队做核酸 可即便这几年是这么的荒诞 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李强 后来立马就成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总理了 关键是我在上海的个别朋友 他说你看呀 一个国家主席 一个国务院总理 都是在上海当过一把手出去的 他居然觉得很骄傲 那你说如果一直都有这样的老百姓存在 中国的官员为什么还要把中国老百姓的利益放在眼里 我实在是找不到理由了 如果你找得到 你留言告诉大家 但是你看另一边 你说蒋万安伟大 有好好回答议员的问题 那是因为蒋万安是台北市民票选的市长 他如果不好好回答问题 他的权利随时会被市民剥夺 我知道这些话对于一些中国人来说很科幻 市民怎么可能剥夺市长的权利 可是这不是开玩笑的 台湾有一个很有名的政治家 曾经选上了高雄市长 不过这个人在当市长的时候有点不务正业 跑去竞选总统 高雄市民不仅不觉得这是一件很骄傲和光荣的事情 反而还把这个市长罢免了 结果是这个市长总统也没有选上 市长的位子也没有保住 真的是有什么样的老百姓就有什么样的政府 不过我的另一个朋友看完 质询蒋万安市长的影片 跟中国网友的留言以后 他觉得中国是很有希望的 可是我跟他说 哎拜托中国有那么多小粉红哎 他说那些人没有用 因为他们没有语言逻辑能力 顶多就是跟和他们想法一样的人玩在一起 小粉红是没有办法煽动别人的 但是台湾的咨询影片可以 公安部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等研究起草的 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昨天开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反馈 检认读